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个稍微有一点逻辑难度的东西 叫做行动力 我之前说这个急速跑 它不能无限制的急速跑下去 它需要扣除你的这一个叫做行动点数 每秒钟,比如说每秒钟扣除一点 你总共有五点 你最大值也是五点 当你进行这个急速跑的时候 就会扣除每秒钟扣除一点 然后停止急速跑又恢复 这是整个逻辑 看一下怎么来实现 首先我们来添加一个自定义的事件 这个事件叫做消耗你的action point 行动点数 然后在这边变量 我们加一个扶点数 叫做action point 行动点数 要不我们就干脆就叫ap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类别里面 在这边右边类别 我们选择行动点数 你此时时刻还有用了多少行动点数 叫做人物属性 人物属性 另外我们control叫w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 还讲个什么呢 最大就是最大你能够多少行动点数 然后最小就是0了 最大就是这个数 我们先设它们为5 此时此刻有5点行动点数 最多你只能拥有5点 然后来进行扣除 如何来扣除呢 首先就是你要知道你每一秒钟扣除多少 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来也得加一个变量 怎么加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ap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consume per second 这个词你可能这个太长 比较长啊 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dps啊 叫每秒伤害值 damage per second 每秒伤害值 这个就是每秒消耗值 所以我们来个缩写吧 要不太长了 每秒钟消耗的这个aps 然后呢 有消耗那就有恢复 对不对 还有每秒钟 这个单词叫做v zoom 恢复 我们也缩写叫rps 每秒钟恢复 每秒钟恢复 可以用来级别 比如说你级别越高 每秒钟恢复的这个行动值 就会越快 所以我们暂时一级的话 就恢复一 然后消耗值呢 这个消耗值是根据你此时时刻 有哪一些技能 比如说我们这个急速跑 它就会增加这个消耗值 为多少 对不对 好 有了这个我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设置这个自定义事件 首先看一下消耗 直接改成ab 消耗ap 就是将 我们来个delay 好 为什么delay呢 这是每秒钟消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加一个每一秒钟消耗 如果消耗呢 将ap减去每秒钟消耗的值 cps concent per second 每秒钟消耗的值 设置给 我按照键盘的aut键 然后设置成这个 这样子就会每秒来扣除cps 然后最后得出结果 但这个会有一点问题 首先这个结算 每秒钟结算有点慢 我希望它每0.1秒钟就计算一次 所以既然这里是0.1秒 不过我们这个值是什么 这个值是每秒钟的值 所以我们要将这个值 除以10 除以10就是乘点0.1 乘以0.1 把它连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样子不断的减到会小于0 因为它不断的认识减法 所以小于0 我们需要干净什么事情 小于0它就不能减了 再减的话就变成负数了 所以我们要拿一个clamp 这个是我们之前有学过的一个函数 限制 就是不让它继续减下去 它有个最小值和有个最大值 最小值就是0 最大值是不是这个max max ap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了最小的最大纸就将这个扣除啊 就ok了就没问题了 我们后面再加一个print吧 用来调试 用了调试这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ui部分啊 所以我们能用这个值来知道这个ap现在是多少 嗯 好有了消耗我再想想啊 有了消耗之后呢 我们再添加一个这个 恢复对吧 有了消耗就有了就有恢复 叫做resumeap 好恢复同样的也是每0.1秒几乎一样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全部复制过来 我唯一需要改的地方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aps值应该要改成rps对不对 恢复每秒钟恢复 然后这个减法 减法我要把它换成 换成这个加法 对不对 就ok了 每秒钟加这么多 然后呢设置给它 所以一个是减法扣除嘛 恢复了就是加法 所以你会发现几乎一模一样 这两段几乎一模一样 当你看到这两段几乎一样的蓝图的时候 你的第一想法要干些什么事情 把它给合并成函数 因为这样子才会能够复用起来 假设这个地方要用100次呢 对不对 用100次的话 那你是不是我们应该都把它写成写到一个函数里面好 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来 并且是怎么来用 我们找到它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AP 减 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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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什么 都是一样的 一个加法 一个减法 其实加法和减法很容易搞定 我们都用加法 因为加一个正数就是加法 加一个负数就是减法 所以那我们就用下面这个吧 我们就用加法 加法比减法还是 这个没有连起来啊 加法比减法呢还是漂亮一点 好 全部复制好 这个乘以0.1呢 我们放到外面 因为这个乘以0.1 是跟这个延迟有关系的 延迟我们还是放到外面 点右键 折叠到函数 好 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把刚刚那一堆代码 就折叠成了一个函数 这样看上去清爽多了 把这个函数 名字改一下 换一个名字 换什么名字呢 叫做这个 AP 添加 加到这个什么呢 加到AP 对不对 加到AP 编译保存一下 然后把 这里有个B字 B字我们换一下 这个词上就是AP值 对不对 AP值 编译再编译保存 好 这变成AP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向我们的AP值 来进行加我们的恢复 好 把这里呢 我们也稍微把它摆整齐一点 好看一点 然后这个打印呢 是用来调试的 之后呢 我们会可以删除掉 好 这样就清爽多了 而且很容易理解 将这个RPS 恢复的值 添加进AP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全部删掉了 全部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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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要将这个AP加到后面 加一个 我刚刚说 这里是消耗 对不对 就是加一个负数 所以呢 既然这里已经有了一个0.1 我们还前面加个负数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也可以再加一个东西 乘以再乘一个负一 好 那但是有点多词一句 没有必要 0.1乘以负一就是负0.1嘛 好 就这样子啊 就变成了减去CPS 你看这样子的消耗和这个恢复 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呢 它不会自动执行 什么时候该执行它 好 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